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猎人海利布 在内蒙古自治区又传着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 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利布 他热心帮助别人 每次打猎回来,总是把猎物分给大家 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敬爱他 有一天,海利布到深山去打猎 忽然听见天空里有喊救命的声音 他抬头一看,见一只老鹰 抓住一条小白蛇 正从他头上飞过 他急忙搭线开工,对阵老鹰射去 老鹰受了伤,丢下小白蛇逃了 海利布对小白蛇说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 小白蛇说 亲爱的猎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要报答您 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去 我爸爸一定会重重的仇谢您 我爸爸的宝库里有许多珍宝 您要什么都可以 如果您都不喜欢 可以要我爸爸含在嘴里的那颗宝石 谁嘴里还能拿个宝石 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 海利布想,真宝我倒不在乎 能听懂动物的话 对猎人来说可太有用了 他问小白蛇 真有这样一颗宝石吗 小白蛇说 真的 但是动物说什么话 您只能自己知道 如果对别人说了 您就会变成一块僵硬的石头 海利布点点头 来到龙宫 老龙王十分感激 海利布救了小白蛇 要重重的仇谢他 老龙王把他领进宝库 让他自己挑选珍宝 爱什么就拿什么 海利布什么珍宝也没拿 他对龙王说 如果您真想给我点东西做纪念 请把您嘴里含着的那颗宝石送给我吧 龙王低头想了一会儿 就把嘴里含着宝石吐出来 送给了海利布 海利布临走的时候 小白蛇跟了出来 再三叮嘱他说 亲爱的猎人 您要记住 动物说的什么话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如果说了 您马上会变成石头 永远不能复活了 海利布谢过小白蛇就回家了 海利布有了这颗宝石 打猎方便极了 他把宝石含在嘴里 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 能知道哪座山上有哪些动物 从此以后 他每次打猎回来 分给大家的猎物更多了 这样过了几年 有一天 他正在深山里打猎 忽然听见一群鸟 在商量着什么 仔细一听 那只带头的鸟说 咱们赶快飞到别处去吧 今天晚上 这里的大山要崩塌 大地要被洪水淹没 不知道要淹死多少人呢 海利布听到这个消息 大吃一惊 他急忙跑回家 对乡亲们说 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 这个地方不能住了 大家听了很奇怪 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家呢 尽管海利布 焦急的催促大家 可是谁也不相信 海利布急的掉下眼泪 说 我可以发誓 我说的话千真万缺 相信我的话吧 赶快搬走 再返就来不及了 有个老人对海利布说 海利布 你是我们的好邻居 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 可是 今天你让我们搬家 你总得说清楚呀 咱们在这山下 住了好几代了 老老小小这么多人 搬家可不容易呀 海利布知道 着急也没有用 不把为什么要搬家说清楚 大家是不会相信的 再一迟言 灾难就要夺去乡亲们的生命 要救乡亲们 只有牺牲自己 他想到这里 就镇定的对大家说 今天晚上 这里的大山要崩塌 红水要淹没大地 你们看 鸟都飞走了 接着 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 怎么听见一群鸟 商量避难 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 告诉别人 都原原本本肇实说了 海利布刚说完 就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 大家看见海利布变成了石头 都非常后悔 非常悲痛 他们含着眼泪 念着海利布的名字 扶着老人 领着孩子 赶着牛羊 往很远的地方走去 他们走在路上 忽然乌云密布 狂风怒嚎 接着就是倾盆大雨 半夜里 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大山崩塌了 地下涌出洪水 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 人们世世代代纪念海利布 据说 现在还能找到那块 叫做海利布的石头呢